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两个多月 目前每日新增病例数仍维持高位 3月25号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现在疫情依旧非常严峻 抗疫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 林郑月娥表示 当前香港的疫情局势仍然非常严峻 依旧不能放松 要积极去控制疫情 这个奥米克戎 它的传播力真的是很厉害 传播很快 因为它爆发的时候 是香港的春节 当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到了新春的假期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往来 那么就是让奥米克戎 有这个机会去传播 现在高峰应该是三月初 从三月初到现在 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措施 很多也是按照内地专家的建议的 但是更重要是保护一些老人家 而且是很高龄的老人家 超过一半是八十多岁以上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重点处理 怎么可以减重症 减死亡的工作 因为所有的抗击疫情的最高的目标 人民的生命至上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针对当前社会上一些不能放松防疫政策 不能动摇抗疫决心的呼声 林郑月娥指出 特区政府一直都没有动摇过抗疫的决心 但抗疫措施要按照疫情发展来调整 当然抗疫的措施 要按照疫情的发展来调整 因为毕竟在每一个社会里边 除了有公共卫生的考虑 还是有经济活动的考虑 还是有老百姓能接受的程度来考虑 还有社会发展要考虑 所以最近我在3月21号有些公布 这个完全不是放松 这个完全不是动摇 这个是有一些工作要稍微理顺 这个航班可以飞 你可以回来 但是回来还是受到非常严格的 外房输入的限制 要到酒店集中检疫 不能回到家里边去 还要每天要做这个快速的检测 那么有关上学的 这个也是在一个有足够打针 你看现在这个中学生已经打得很好 95% 那么孩子不让他想学 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么有关于这个社交距离 这个不是现在要放宽的 这个要看情况 所以我们一直到4月20号完全没有放松 这一套的社交距离已经实行了 超过三个月了 在回应日前 公布的宣布暂缓全民检测的政策 被外界解读为躺平时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每天动员数以万计的公务员 在抗疫一线做大量的工作 不可能存在躺平的情况 他指出 全民检测需要安排在最好的时机 但是有关这个全民的检测 这个反而是跟专家讨论的 那么一般的目标肯定是要清零 所以在最早的阶段用 这个全民检测 就是把这个病毒的传播 把它压下去 不让它有传播的机会 但是这个时机香港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是二月初爆发的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这不是在最早的时机做 你只能在最后的时机做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这个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但是目标是要达止清零 彻底的把在这个社区里边 还余下的感染的这个风险 也把它这个消除 那么就可以彻底的 这个做到一个安全 可以开放 每天还有一万多 所以目前不是一个时机做 所以但是不等于不做 这个手段要保留 在最有机会达止目标的手 我们就用 当然最好的时机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我们个里的能力 现在经过中央的权力支援 我都比较有信心 但是没有到这个最佳的时机 不等于不做其他的事 现在很多人都做这个 快速的抗原检测 那么也等于是一个全民的衰查 当被问及香港能否实现 动态清零的目标 与内地通关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必须要尽快争取 与内地通关 这不是不能达到的 在共同努力下 没有理由是不可以 去年年底 我在12月22号 这个暑止的 在北京暑止的 其实当时已经差不多可以公布了 但是这个第五波 现在就影响了这个工作 但是完全说我们没有机会 这个我不接受 我们应该是很努力去争取 这个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个案是有能力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 或者是把它压制 那么也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机会必须要全社会来争取 那要是我们叫人打针 他不打针 我要他参与这个检测 让我能这个彻底 把这清零 他不来这个检测 那这个 那是等于你刚才说 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全民 齐心 共同 就是这个意思 香港第五波疫情发展至今 长者群体的重症和病死率较高 对此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采取内地专家意见 采用分层分流诊疗体系 重点处理长者群体和安老院设等重点场所 此外 林郑月娥表示 提高长者群体的疫苗接种率也很关键 我们现在的打针 以手针来计算 已经是55% 其他有40% 是目前不能打 因为他是感染 康复 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打 从现在到4月底 我们又派出一些医疗的外展的队伍 目标就是 为以前已经打了一针的 为他 要是时间已经允许了 就为他打第二针 要是那些40%已经康复了 也过了一段时间 可以打针了 又为他打第一针 所以现在最困难看来 就是5% 那最后的5% 要是他的身体状况是不能打 这个没办法 另外有些是老人家自己不愿意打 还有一小部分是老人家他的家人签了名 不让他打 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我们多派一些医疗的人员去 多做一些解说的工作 希望他们能改变他的主意 因为你看到这次香港的第五波 打针跟没有打针的死亡率超得很远 第五波疫情以来 中央远港力度不断加大 林郑月娥表示 忠心感谢中央此次远港工作 中央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 也让香港市民感受到两地人民血浓于水的关系 针对有市民反应 没有及时拿到中央援助物资 以及方舱医院在建成初期 入住率相对较低等问题 林郑月娥也做出一一解答 有关这个个人的防护啊 口罩啊 保护衣啊 是让一些走到前线的人员用的嘛 它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 有关于中央协作我们统筹去购买的 这个快速的抗原检测 我们现在是每天要发放 一百万到两百万 那么有关这个中央这个送证的中医药 中医药的成药 我们都全派了 就派了给一些他在家里隔离啊 检疫的 他到医院管理局的中医诊所看病的 他是通过这个全港这个社区抗疫连线的义工派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月底就这个下个月初就全港家居去派 那么就让每一个市民都能收到一个防疫的服务包 里边就有这个快速抗原检测包 有这个KN95的口罩 也有一些资讯的小册子 也有一些中程药 那么就希望每个家庭都收到 当然另外的非医疗的物资 我们这个水路路路铁路 每天来的食品 蔬菜 这个就是这个中央对香港市民的关怀嘛 这些隔离的设施 要是现在任何 确诊的人 或者是有其他需要 他要走到要隔离 我们马上安排 尽管今天看来这个使用率不高 不等于它没有作用了 因为我要做到内地专家说的 就是床等人 隔离设施在等人 我现在都是有一个比较足够的 隔离设施 那么对我们下一步 好像你说 我们要这个清零通关 我要做一个全民的检测 我到哪个时候我就不用担心 我没有设施 来配套这么大的动作 在公共卫生的领域 往往是没有把它用起来是最好的 当谈及长期以来的抗议工作时 林郑月娥表示 作为行政长官 自己有坚定的立场和信心 也希望香港市民保持信心 充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共同战胜疫情 作为行政长官 作为特区之首 没有坚定的立场 这个没有坚定的信心 是很难 这个很难把持 这个情况 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 可能不太好的效果 但当然对我个人来说 我这个第五波疫情的出现 已经是我五年任期的最后六个月 我本来以为这六个月 还要做很多总结的工作 但是现在就只能做一件 因为这是压倒 抗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还是在抗议 西方的媒体说 香港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因为你有闭关 又不能通关 又非常严格 我说不需要 不需要受这些负面的意见影响 一定要坚定信心 因为我们有中央作为坚长的后盾 而现在咱们国家是经济的大国 对香港无论是在十四五规划 越港大湾区越港合作 方方面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机遇 所以我希望市民还是保持信心 充分地配合政府的防疫的政策 现在是多做一些检测 尽快把一些感染的人 把它找出来 而且也要装备自己 就准备香港的经济扶述 那么我看这个反弹 经济的反弹 应该也是不会慢的 我对香港充满信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